有感于花蓮施工所同仁身处防疫权限 花蓮社群团体花蓮减好康社团 热心捐赠了40支消毒用的蓝光消毒喷雾枪 让同仁可以更迅速确实进行全身消毒 市长温嘉贤日前公开表扬 感谢民间社团善心让公务员和洽工民众都可以更安心 消毒杀菌的对对对 只要轻轻一按 喷头就会将酒精化成细物持续喷出 不仅可以大面积喷洒也很省力 在民宿业者冲申到陈朝政的介绍下 花蓮减好康社团版主韩侨民与团员们 在日前特别到花蓮市公所捐赠40支蓝光消毒喷雾枪 这支真的对我们花蓮市民在防疫方面很有帮助 这是蓝光喷雾消毒枪 它里面就是钻酒精 不用说让我们防疫人员一直这样喷酒精 它的这样子的话 按一下它就可以一直持续的喷 也可以让我们工作人员的辛劳 真的是减轻他们的工作量 而且更容易达到防疫的效果 市长威嘉贤也特别公开表扬 感谢民间社团的善心 让公务员与洽工民众都能更加安心 那今天非常谢谢花蓮减好康社团 那我们版主韩小姐还有我们所有的团员们 那其实长期以来他们也一直在做非常多的公益 尤其在去年的时候做了非常多的防疫的公益之外 那在今年也捐赠40支的一个喷雾枪 防疫喷雾枪给花蓮市公所 那让我们不只是在办活动 或者是在各项的一个会议的时候 都可以来妥善运用 卫市长再次感谢民间团体的善心 同时也呼吁当前疫情持续 民众应确实做好防疫工作 避免疫情有再次扩散的风险 防疫工作仍仍有责 希望大家团结一致 战胜病毒 记者徐立晴 华联士报导